去年登革熱疫情延燒同時也引爆政治危機 是坦南市近年來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共確診22,752病例 112人死亡 最終在今年2月份解除 各區里長對於今年是否會再度爆發登革熱疫情 感到非常憂心 昨日晚間召開里長聯席會議 一同商討防治作為 例如說你一年接一遍 以前我們那個事業時 不是在旁邊以前 有的都接四五遍 在旁邊有的都接三遍 只要接一遍 他在那邊偷偷就把這個議長亂 這次10萬塊有錢 就在那裡扣扣了 沒有錢 不夠了就要議長自己開 坦南市議長李存教育會中表示 里長聯議會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每個里長都能團結一致 對外發言非常過勵 若要反應各項建議 也會是個非常好的窗口 將來不論是在市府 或者是市議會 都會有很大的發言權 因為里長具有代表性 平時就在基層位裡服務 所反應的問題就是基層民眾的意見 議會會相當的重視 台南市政府民政局主任秘書陳仲潔指示 去年登革日疫情蔓延 各區里長站在第一線 實施防疫措施非常辛苦 原本專家學者遇過疫情病例 會高達四五萬例 但因為有大家共同努力 在兩萬多例時就已經獲得控制 而高雄防疫工作 從去年到現在還在持續著 原本在各界不看好的情況下 能有好的成果 非常感謝里長們的努力和配合 在我們去座談的時候 我們的重點是在我們登革日 但是我們國立議長 你留什麼對平衡有需要的 你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都拿出賣 在出賣的時候 就像登革日公釀老實在的時候 他會讓你們直接發表 阿拉伯的時候都有出賣 出賣的時候 市長都會當中 請我們國中式的個長 當民在這裡跟各位議長 對你們的宿民提出來的意見 當民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選民 昨日里長聯繫會議 現場氣氛相當熱絡 圓滿成功 也盼市府及市民 都能落實防疫工作 打掃居家環境清潔 清除髒亂及積水容器等資深源 乾淨健康應接新的一年 記者范文斌 劉耀明 台南報導